OK 兄弟们 我们来看一下 环宫的翻吞对决 这一把比赛的话也是打的是一个5000万 两边的话也是一边打一边骂 好吧 一边打一边骂 好吧 一边打一边再骂 好吧 第一把的话对面没有打过 这边的话是比赛的第二把 第二把的话还是跟在翻拿了一个一速 那我认为 个人认为啊 有一速 那应该是百分之百赢的局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翻吞这个门派啊 就除了硬件差别特别大之外啊 那你翻吞能够拿到一个风气的一速 那你真的是无险 就是你对面根本封不了观战翻啊 那观战翻的话 法宝带个神木面具 对吧 带一个满次的物中显卡片 对面破卡都没用 所以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看一下对面的话怎么来解决观战翻的 这个一速的一个问题 而且观战翻一旦翻身之后的话 对面有名字都丢不了 所以说的话 有一速啊 特别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比赛的话 12回合 对面的话还是选择要破卡片 破卡片没有什么意义啊 你像这种老翻吞啊 这个欢天地这个兄弟也是雪山的一个 翻吞的一个老玩家 他不可能不戴神木面具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 观战翻的宝宝也是有一个一所 就是这种大还宫的翻吞 他特别在意宝宝有没有一速 宝宝有一速很关键 为什么很关键呢 因为你有的时候催眠催对面 对吧 对面宝宝还没有拍自己的时候 可能一回合被观战翻的宝宝给拍死 所以说的话 翻吞的宝宝一定要有一速 对面的话破分身 观战翻到百分之百有神木面具 破完分身之后 观战翻全命啊兄弟们 对面的话也是全命啊 看见没有 特别脆啊 观战翻补了一把刘云爵 这边的话没有卡片还能有一速啊 那等于说的话 这一把比赛两边这个敏捷差的有点多啊 那对面这个属性的话几乎也是全命 因为第一把比赛打过 对面的话宝宝没有看封的一个技能 这边的话直接封对面的一个宝宝 对面加了一把敌 观战翻的话一把分身 那这那这一把比赛 那这五千万可能 这边的话摇鬼剑 还好跑雷啊兄弟们 观战翻的话出了个瞬机小孩 有宝源 这边直接封死魂 对面的话分身 观战翻的话出分身直接分身 对面没有丢宝宝的机会 观战翻是给对面打过 灵色 人物加过流云 对面的话没有选择变卡片了 因为有个一速嘛 变个高敏捷卡片的话 降低看性 也没有选择变卡片 对面出了一个高鬼魂的龙国小孩 对面宝宝的话不怎么看封啊 观战翻的话疯狂疯宝宝 比赛的话二十八回合 对面的二十魂封对面的一个人物单位 对面的话一把分身 观战翻的四游之波 对面的话再分 比赛来到我们的一个三四回合 对面的话有分身还行 摇青昏灵 就对面就对面这个翻寸 没有一速他脱不了 一把催眠催进去 对面的话选择封丝魂 没有选择用催眠 眼点灵远 观战翻的直接给宝加迪 持有自波 对面的话几乎两边都是全命啊 对面的话听神仙精直接起 观战翻的话有一把顺势二维 下一回合的话可以顺势二维 不然对面分身 对吧顺势二维之后的话 还有一把敌 比赛的话三十五回合 打得很快啊 三十五回合五千万兄弟们